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油管学院,我是郑永新 最近啊,我的频道,我的微信啊,我的电报群啊,加了很多新手朋友啊,他们都是从国内过来,大部分他们在国内有一定基础啊,他们准备开始做YouTube啊,所以说就有些迷茫啊,因为在YouTube有很多坑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始啊,所以说今天我准备把这个啊,国内的朋友啊,我们操作YouTube的一些流程,还有注意的要点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大家啊,刚来到这个频道啊,准备开始啊,从国内转到这个啊,YouTube来做视频,做自媒体的话啊,大家就啊,参考这个流程啊,然后接下来我也会把这个 啊,流程里面的项目啊,完全细化 这样啊,希望能够形成一套完整的啊,嗯,国内新手做YouTube的啊,行动指南 好,我们来到我PC端啊,我们来看一下 啊,啊,啊,我给大家总结啊,就是国内新手,油管赚钱的流程和难点啊,每每一个阶段啊,都有很多坑啊,我把这个嗯,国内新手开始做油管啊,到啊,收到钱啊,这个完整的过程我分为六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啊,需要做的事情不一样啊,啊,啊,第一个难点啊,在国内啊,那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访问谷歌啊,访问油管,访问YouTube啊,大家都知道在国内是没有办法直接访问的啊,嗯,这后面有一些我总结了一下啊,啊,不管你是用加速器啊,代理插件VPN啊,高端一点的啊,你就用机场 自建代理啊,我在这里先申明一下啊,我是不做 这些推荐的啊,你不要微信问我,微信问我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怎么样访问油管谷歌啊,有很多人做啊,大家 自己去 看其他人的成果啊,我也是学习 其他人的办法的啊,如果我可以告诉你啊,我现在是用的 自建代理的这种方式啊,这个应该是 嗯,现在我觉得 比较 稳妥啊 最好你不要去 交易买啊,这些都是有风险的,自建是最稳妥的 好,这个就是第1个阶段啊 嗯 你先要解决 啊,访问YouTube啊,访问谷歌 的问题啊 不管是,不仅是电脑端啊,还有手机端 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后面才好操作啊 这个可能花一周的时间吧,你 先能够访问,然后你后面你再来 解决速度快慢的问题啊,这个 上面的坑啊,也很多 好,第2步啊,有很多人卡在这一步,你需要创建一个 谷歌账户,谷歌账户什么,其实就是一个Gmail账户啊 其实就是一个Gmail账号 谷歌的账户在他的各个 应用之间都是通用的啊,你有了一个Gmail账号啊,你就可以 创建YouTube频道啊,也是用这个账号啊,你收钱 Andas也是用这个,也是用这个账号 好,你你谷歌的其他应用啊,你有一个账号就通用了啊 你其他的应用啊,你去注册一下,都用这个账号啊,都可以用 这个创建账号,创建谷歌账户有什么坑啊,有很多人卡在这一步啊,因为他用 啊,他的电脑来注册 结果让他 手机验证啊,结果他手机号通不过 一般怎么用 用手机Gmail邮箱申请这个谷歌账户啊 基本上 都是通得过的啊,验证 啊,也验证码也收得到 但是 手机的Gmail邮箱 啊,也不是那么容易哦,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用国产的手机操作系统啊,国产他是阉割了 谷歌框架的啊,就是谷歌全家桶 啊,你还必须先把谷歌全家桶装上啊 你才能用 啊 谷歌的一些 APP啊,包括什么Gmail邮箱 手机版的 啊 YouTube啊 手机版的这个 啊 UT Studio 就是YouTube 创 创作者版的 啊 这些 软件,这些APP 好 这一步啊 其实你,你如果快啊,你熟悉 可能就一天啊,你就可以有一个 啊,谷歌账户啊,只要你会了啊,这个谷歌账户其实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不会啊,你就会 卡在这一步 好,你有了一个谷歌账户过后,你就可以创建 啊,油管的频道了 啊,就用你的 Gmail邮箱账户啊,就可以创建 好,创建 嗯,油管的 频道 这个时候 创建一个频道 啊,你会发现 呃,有很多功能你不能用 他是必须要验证 频道的账号 频道的账号是什么,就是给你的手机发个验证嘛 那你验证了,就可以 你会开启很多功能啊,包括什么15分钟以上的视频 呃,直播 然后还有 嗯,制定义封面啊,这些你都需要验证了频道的账号过后啊,才能够开启啊 这好,然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你就是要看一下你频道 注册的国家和地区 是不是中国大陆啊,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 他是不允许你参加广告获利的 嗯,不能参加广告获利啊,之前 啊,有很有名的啊,一个壁格东东啊,他前面都 都很多 啊,浏览很多订阅了 他都不知道 可以改这个 你频道的国家和地区是可以改的,如果你是中国啊,他不允许你参加 啊,广告获利 那你把它改成,先改成香港或者是 呃,台湾啊,这些这些可以参加 呃,广告获利的国家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申请开启 广告获利了 好,他开启了过后 就进入啊,这个 这个 时间的话 啊 嗯,就给你算两周吧啊,就算你是新手啊,两周基本上也可以搞定的啊,你不要 啊,卡在这中间一些 比较坑的地方啊 你就进入这个 新手期啊,新手期是 嗯 1000订阅和4000个小时 的 观众浏览啊,你的视频被观众浏览4000个小时 4000个小时还是要挺久的 这个时间就相当久了 啊,如果你在国内 本来就是大V的话,可能你 嗯,10个视频啊,10个视频 就可以过啊,如果你是新手啊,像我也是新手 啊,基本上你需要100个左右的视频 原创啊,原创100个,出镜啊 原创100个左右的视频 嗯,这个时间的话,可能 嗯,一个月啊,我看最快的有一个月就通过的 嗯,我看也有 嗯 一年,一年多才通过的,这个看 大家自己做视频的质量怎么样 在这个新手期的话,你就 嗯,要 嗯,学会啊 啊 装修你的 装饰你的频道啊,包括 你做视频的 风格啊,你要磨练你做视频的风格 嗯,根据 用户的反馈啊,提高你 视频的质量啊,这样你才能够 啊,快速通过新手期啊,而且保证你通过新手期过后 你的风格基本上已经确定啊,你能够持续慢慢啊 通过你视频越多越多啊,增加你的 频道的流量啊,这样你才能够 赚钱嘛,要不然你光通过新手期啊,你视频 没什么流量啊,你也赚不到钱 好,这个过程啊 嗯 熟手就是一个月啊,甚至就几个视频啊,四五个视频就过的,我看 嗯,就中文圈 也很多啊,然后 就新手啊 花个半年,一年啊,一年多啊,才过的,也有 也是很正常的 好,那么 啊,到了这个一天订阅四千小时,那么就进入这个 审核阶段 哦,就还不是审核阶段 先注册 Andersense 啊,注册Andersense 啊,有两点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一个人 啊,一个实际操作人只能注册一个Andersense啊,多Andersense是会被 暂停的,他会要求你注销 啊,所以说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注册Andersense,然后第2点是 注册Andersense的国家是不能改的,如果你是 嗯 准备在中国大陆收这个验证聘和中国大陆 收款啊,你就要选Andersense的注册国家,你就要选中国啊,你不要怕 选中国不给你开通什么的啊,是没有关系的 中国大陆啊,一样的收钱,Andersense对中国大陆是开放的 好,你注册了Andersense,就进入审核阶段啊,审核一般是 嗯,快的话就是一周,慢的话需要一个月,甚至 到半年的都有啊,这个根据你的 嗯 视频的质量啊,还有你出不出境啊,你出境的 一看就是原创肯定快啊,但是你不出境的 嗯 会稍微长一些啊,有一些啊,你的视频太杂了啊,他 难以分辨 啊,就会到 啊,一个月以上到六个月,都我都见过有的 好,审核过了过后啊,你就 等着收验证聘 因为验证聘是 啊,审核过了啊,你的Andersense账户上有钱了,他才给你发出来 这个验证聘啊,又是一个很坑的地方 啊,因为 这个验证聘啊,据说现在是从 马来西亚寄出来 啊,寄到国内,它是 平游性啊,平游性是没有 跟踪的,就是你收到就收到 收不到就算了啊,所以说 他每28天还是多少天,20天还是28天啊,我记不清了 就说你没收到啊,你就可以要求重发 有四次的机会 啊,这四次啊,他的 平游性是这个信上面给你写了一个密码 啊,然后你收到这个信过后,把这个密码提交给Andersense,就任由你 验证通过了 如果你四次都还没有收到,那么 你可以在线提交你的身份证来验证啊 所以说 这个验证聘啊,又是一个 看运气的事情啊,运气好啊,20天你第一封你就收到了 运气不好,那么 你四次没有收到,还要等 28天啊,你才能够在线验证 这个过程啊,快就是一个月啊,慢的话 你可能需要4个月,但是都能过啊,你在线提交 身份证是肯定能过的,所以说 这个不会断啊,但是 就是很坑,你看这个啊,你搞不好就是半年一年,然后你这个验证聘啊,搞不好又是4个月 啊,最后 啊,第六个阶段就是国内按照自己收款啊,现在有 啊,西联汇款和电汇 两种方式啊,国内现在收款比较混乱啊 啊,小额都好办啊 啊,你金额稍微一大啊,就 啊,很多银行就要你提供各种证明 然后,拒绝入战啊,遇上就是 银行说,哎,钱到我了啊,但是我不能 给你花到卡上啊 只能给你退回去 会会有这种情况啊 然后在国内收款这个地方啊,我会给大家讲,我们怎么样拿到 啊 谷歌出具的 证明书啊,就证明 你和他啊,他 发给你的钱是合法的啊,这样银行就 会帮你入账啊,现在国内收款 啊,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问题是因为你不会操作啊,所以说 嗯,你想在油管赚钱啊,是没有问题的 就算在国内啊,你在国内 注册国内的安证程式,在国内验证 啊,在国内收款,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个就是我总结的 嗯,大陆啊,油管新手赚钱的流程 嗯,困难点啊,我分为这个六步啊,困难的点啊,我也给大家说了啊 第一,你要自己解决 反问 嗯,油管谷歌的问题啊,我们,我这个频道我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说 大家也不要来问我 嗯,我认为这个 嗯 虽然在 国内讨论啊,特别是你不要在QQ上啊,你不要在微信上问我啊,我是绝对不会回答的 啊 这个啊,在微信上是高危问题啊,大家自己研究 好,第二个创建谷歌账户啊,大家就记住,你在 微不断,电脑微不断,你创建不起啊,你就用 啊 手机APP啊 特别建议是用Gmail邮箱去创建啊,百分之百成功 这个啊 啊,创建油管频道,那么你就要记住啊,你创建了频道过后 你要去验证啊,开通 更多的功能啊,这些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啊 后面肯定用得到的 好 这前面三项啊 我给大家算两周的时间啊,一般来说两周之内,肯定搞得定 好,第四项,快速通过新手期啊,这个 嗯 1000订阅,4000小时浏览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啊,如果你是高手啊,那么就是 一个月的事情啊,如果你是新手啊,你要慢慢 提高你视频的质量 完善你的这个风格啊,可能就 6个月啊 一年啊,我是6个月过的 6个月打标的,我是从新手开始的,所以说 这个时间啊,一个月到一年啊,我这样给大家算,平均算6个月 好,注册undersens验证pin啊 这个也是看脸的啊,真的是看运气啊,因为这个平流信 没有跟踪啊,没有跟踪,然后 反正 我是这样的邮局不送啊,邮局不送,邮局最多给你带句话啊,有封信在 邮局你日捡啊 就这样的邮局也不打电话 好 所以说这个验证pin啊,你 第1次第2次第3次第4次 才收到啊,都是正常的,这个信的丢失率 据说是很高啊 上一次我是第3封这个验证信 这个评证信我才收到,第3封就是说我差不多等了 3个月啊,有人 4封4个月,然后再加上第4封 没收到 28天才能在线验证,有些人 要等 最多的,最长的,他要等4个月 好,然后国内安大生收款啊,你这个里面的坑就是啊,你要想办法拿到 嗯 谷歌啊,这个是上海公司,上海分公司,谷歌上海分公司开的 他有一个 盖章啊,他有一个他们公司章的 证明文件啊,就证明 你在YouTube取得的 啊,收入是合法的 这个证明文件啊,你有了这个证明文件啊 国内收款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好,这个 其实大家知道怎么收款就好啊,这个中间啊,花费时间最长的啊,就这个,我给大家平均估计 6个月啊,这个验证聘 包括审核的话,我给大家平均估计啊 4个月啊,所以说 新手啊,如果你想这样,有可能赚钱啊,还是很困难的 平均我估计啊,10个月啊,你能够收到 低笔款项啊,你就是 是合格的 你就算做得不错的了啊 好,我们今天的 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